青春秀幸福 陈慧玲收到老公鲜花 一吻回礼 曾几何时的娱乐圈 夜晚总喜欢把自己放在幸福边缘 但凡有点苗头的 也多是藏起叶着 而今的娱乐圈可谓喜事平常 夜晚大胆地晒着幸福 就连已经结婚五年多的陈慧玲 也按捺不住在情人节之前 透过媒体向老公做药鲜花 之前好像说跟媒体说 前一节希望老公送花 那前一节是怎么过呀 受大了 那你有准备什么特别的礼物 给老公吗 给他一个亲密 都老不老鸡了还这么甜蜜 这是要欣赏旁人 逼此电视机前 那些未婚大龄男女的节奏呀 那这次陈慧玲来给动画片演唱主题曲 相信小笼包和虾脚仔 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不知道陈慧玲有没有想过 为他们添个小妹妹呢 再赶一个对不对 赶不来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他会有计划接着再想生一个吗 想生个女儿吗 如果是我老公生 我就会很赞 很赞口 我会很赞口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